我们这次拿到的这个授权呢 是八个类别嘛 设计的产品应该是超过了上百款的产品 包括巴黎2024年奥运会的运动图标套装 还有吉祥物的运动图标套装 贵金属 邮票等等这些 那通过这次巴黎奥运会呢 我们也是希望向世界去展示 我们的中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中国创意的能力 然后让中国故事走出去 其实我们这次开发的这一款盲盒呢 它的主题呢就是以巴黎印象为主题 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其实还是要以 我们巴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吧 巴黎在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包括像我们用了这种水手的形象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体育粉丝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盲盒的产品啊 就是我拿的一个这个是小鸽子的造型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隐藏款 一隐藏款 然后这个呢其实我们就是根据法国的这种巴黎的印象吧 然后去设计的 然后包括小鸽子 它其实是在带有一些浪漫呀 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然后像这个蒙娜丽莎呢也是 这一款是我们的隐藏款 它其实是可以更换我们的这个画面的 那其实我们在设计的元素上 更多的是选用了法国 但是我们在玩法上呢 这个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包括还有我们的玉玺啊 我们的玉石类的这块产品啊 因为它其实结合了我们的玉的文化 因为玉其实是中国一个独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龙文化和这种巴黎的元素相结合 所以去凸显我们中法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这一次法国的我们认为巴黎的这些元素呢 非常的叫现代化 包括很有艺术感 同时也非常的活泼 所以这次设计也非常的具有法国风情 这两款产品它一个是我们的钥匙扣 这就是我们以吉祥物福利热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做的这么一个小的这个挂饰 然后PVC的就特别的可爱 然后当现在上面还有我们2024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灰灰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造型 包括还有一个小的福利热 那这一款产品呢是它的一个冰箱贴 它颜色非常的多 这个呢里面有非常多的我们的吉祥物 就福利热啊 然后大家可以数一数到底有几个 其实我们华江集团是从04年就开始做奥运的 但真正走向奥运的这条道路呢 应该是从08年开始的 那08年的时候 我们获得了它的徽章的品类的授权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徽章类的这种特殊商品 其实奥运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守正创新的这么一个题材啊 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奥运将中国的文化走出去 带出去 尤其是我们北京章会的成功举办呢 冰敦敦的这个形象火出圈了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去将我们的中国文化和奥运文化去进行了一个结合 这就是我们的兔敦敦和龙敦敦了 其实兔敦敦呢是我们结合了北京兔野的形象 然后和冰敦敦的形象呢 做了一个结合 然后呢去用兔野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 去跟我们奥运文化去进行了融合 然后我们龙敦敦呢 其实是用了我们四海龙王 以及金木水火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 去打造了一个龙敦敦的盲盒 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搭建一个这样的产业平台 然后通过打通我们的产业链 去整合更多行业上优秀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然后共同去让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创同向实践